继续看新闻 我国首个商务会议专用防疫设施 汇聚张仪迎来首批访客 这个设施为国际商务旅客和本地居民 提供安全环境开会 入住汇聚张仪设施的旅客 在我国逗留期间 只能在设施里活动 不能外出 他们必须在设有密闭 落地玻璃隔板的会议室开会 降低传播病毒的风险 首批入住的访客 包括欧洲科技公司 Oasis SmartSIM的总裁 以确认会入住的其他旅客 还包括来自德国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马来西亚和阿联酋的商务访客